迎接2019年新车满意度大奖以及二手车大奖 最近评选出炉 总部设在南加州尔湾市的KIA汽车美国公司 总计就夺得了五项大奖 在2019年新车满意度大奖中 KIA汽车公司凭借2019 Ford 在紧凑行轿车项目超越所有劲敌最终获得冠军 而2019 Cadenza则在大型汽车类别中 击败所有行业巨头最终拔得头筹 两项大奖都证明无论是紧凑行通勤车 还是更大更豪华的轿车 KIA的产品完全符合大众需求 此外在年度Intella Choice认证二手车大奖中 KIA也独揽大众类别全部三项奖项 分别是最佳认证二手车计划 最佳拥有成本以及最佳CPO保修计划 而这不只是KIA在该类别中的第四次胜出 KIA也成为自2011年以来 第一个一次赢得三个认证 二手车领域大类的品牌 观众查询更多讯息 欢迎上KIA汽车美国公司官网 东四新闻团队在洛杉矶的采访报道